当秦始皇自称皇帝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之时 一个新的苦恼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那就是死亡 人有生老病死 这是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秦始皇也不例外 而面对自己巨大的成功 秦始皇不甘心自己最终死亡的结局 他要寻找长生不老 于是一场闹剧就上演 那么在这场闹剧中谁是主角呢 他们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 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 生死茫茫 当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 加强集权 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秦始皇面对大好河山 面对花样翻新的锦衣玉石 他当然希望这种人间享受永远保持下去 而在秦始皇的一生中 有一个人对他的生死观念影响最大 他就是徐福 是他向秦始皇灌输了长生不老的思想 并四处为秦始皇求先问药 让秦始皇一次又一次地资助他出海 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徐福东渡 成就了徐福航海家的美名 而徐福却没有成全秦始皇 长生不老的愿望 一次又一次地蒙蔽了秦始皇 那么徐福为什么能够满天过海 欺骗秦始皇呢 秦始皇追求长生的路上 到底上演的什么故事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作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生死茫茫 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喜欢巡游的皇帝 在他执政期间 曾经五次外出巡游 其中他第二次巡游 是在他当了皇帝的第二年 他外出到东边去巡游 这次巡游对秦始皇的一生影响非常大 因为这次巡游他要到泰山举行封善大典 而这次到泰山封善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几乎改变了秦始皇的后半生 他对秦始皇的影响非常大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徐福 徐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方式 方式就是方术之士 也就是懂得阴阳五行 懂得神仙学说的这些人 我们称之为方式 那么徐福 为什么能够深刻地影响秦始皇呢 因为徐福 他向秦始皇 介绍了 在秦始皇看来 是一个文所未闻的新的一种文化 就是神仙文化 也就是神仙思想 那么什么是神仙思想呢 就是在战国时期开始流行 在中国的奇地 也就是山东沿海的以外 流行的一种思想 就是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是仙人 这种人是永远不会有死亡的 而一般的人 我们是必然有死亡的 而一般的凡人 如果吃了仙药 也可以成仙 这就是神仙思想 这个思想 其实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 早已经在习国这一带流传了 这个思想 秦始皇听说过了吗 秦始皇没有听说过 所以秦始皇到了奇地 听了徐福的介绍以后 他就觉得好像在他眼前 动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他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神仙 一般的人吃了仙药以后 可以长生不老 这个对一般的人诱惑力太大了 我们一般的人都知道 人有生老病死 衰老和死亡 它是不可避免的 这人生非常大的一个困惑 这个谁也避免不了 所以一听说吃了仙药可以成仙 秦始皇特别感兴趣 那么奇地为什么会产生神仙思想呢 三大原因 第一是海市渗楼 这个海市渗楼是海边独有的一种现象 这是一种光学现象 所谓光的折射 在海上航行的人 或者是居住在海边的人 他可以突然之间 在不经意中间看到海上出现了远方的城堡 山栏 看到那一座一座的宫殿 他看到这些东西 他觉得非常神奇 而当时的科学 自然科学的知识 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 所以海边上的人就以为 这个海市渗楼就是神仙世界 而秦国在大西边 看不到海市渗楼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五行学说 我们在讲秦皇的极权皇帝的时候 特意讲过秦国的昼言 他最早提出来了武德宗史说 也就是说武德 也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这种理论 在齐帝流传的也比较早 而按照五行的理论 齐国所在的东方 它是主生的 既然主生 所以它容易让人们想起来长生 长生不老 这也是神仙学说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和五行之说结合起来 第三 就是三神山 齐帝一直流传着三座神山的这种传说 所谓三座神山就是蓬莱 方丈 宁州 这三座山是在渤海之中 在战国末年 这个三神山说就流传得很广 像燕昭王 像齐国的齐威王 齐宣王 都曾经大规模的派人到海上去寻找三神山 其实三神山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海市蜃楼的一种反应 三神山有什么魅力呢 三神山最大的魅力是三点 第一 就是它有一种长生不老的仙药 三神山有仙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三神山是可遇而不可求 不是说你想找就能找到 那就是海市蜃楼什么时候出现 人们是把握不住的 第三 是可见而不可登 你可以看到 远远的海上出现了那三座神山 出现了海市蜃楼 但是你想登过去 等你船走到边上消失了 没有了 这就是三神山的魅力 秦始皇在第二次东巡的时候 来到奇地 登泰山 在泰山举行风扇 他遇到了徐福 徐福给他介绍了神仙学说 这个神仙学说对秦始皇影响太大了 可以说他在人间是无所不有 无所不能 但是秦始皇唯独有一个最大的忧虑 就是死亡 这说明秦始皇 尽管至高至上至尊至大 唯独死亡他不能避免 所以秦始皇始终感到在他头上悬了一把利剑 这个利剑就是死亡之剑 怎么能够解除它 他想来想去 只有徐福的神仙说能够解除它 所以一听到神仙说以后 可以说秦始皇立即达到了一种耻迷的程度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谈栏 痴迷状态是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那么秦始皇耻迷神仙学说的表现是什么呢 第一 他立即答应了徐福到海上去寻找三神山 去寻找仙耀的要求 徐福第一次见到秦始皇 就向秦始皇提出来 你要给我船 你要给我人 你要给我钱 我去替你找仙耀 秦始皇立即答应了 秦始皇可不是一个轻易的能够好忽悠的人 他密切他兼并六国 那么六国的国君都斗不过他 想从秦始皇的兜里面掏钱 那不是一般的人 秦始皇都有的是钱 但那一般的人你拿不出来 但徐福能拿过来 徐福这一番话 把秦始皇给说动了 秦始皇首先就在嬴政 也就是秦始皇28年 派徐福出海求仙去了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他在徐福入海以后 他又寻找到了第二个他信任的一个方式 这个人叫卢生 卢生这个人我们讲过 在万里长城内集中间我们讲过 这个卢生 是秦始皇在他身边的方式中间第二个最信任的人 第一个最信任的是徐福 第二个就是卢生 由徐福到卢生说明秦始皇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徐福是一个人 到了卢生 那就是秦始皇信任的方式是一批人 这一大批人都从秦始皇那儿得到了政府的财政补贴 然后去提到找先要 所以这些人都从秦始皇那儿拿到钱 第三点 自秦始皇在继位以后我们讲过 他第一个就是把秦王改成皇帝 然后他自称为镇 他自称为镇 这个镇就被他垄断了 他垄断这个字 垄断了多长时间呢 可以说是垄断了九年 一直称镇 到了秦始皇三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一十二年 秦始皇突然下了个诏书 这个诏书有这么几句话 说五目真人 自卫真人 不称镇 这个话的意思说 我非常羡慕真人 羡慕真人 我今后就称镇人了 再也别我再不说镇了 这就说明 秦始皇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 从称镇到自称真人 那么什么是真人 这就来了一个问题 什么是真人 这个真人这个话 谁来都受到了 卢生 卢生向他推荐的真人 卢生怎么说呢 卢生说 这个真人就是仙人 真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进到水里边 身上不沾水 进到火里边 不感到灼热 而且真人能够腾云驾雾 真人能够长生不老 这其实真人这四大特点 不怕进水 不怕进水 不怕入火 腾云驾雾 长生不老 其实我觉得秦始皇倒不追求 这个腾云驾雾 他最看重的是长生不老 所以这个真人说 说过以后 秦始皇就决定 不称镇了 改称真人 而且这个卢生 还给他讲了另一番话 卢生说 他说我帮你求仙耀 为什么你找不到仙耀了 很简单 你找不到仙耀是有东西在中间从中做梗 换句话说 你求宣益祖是事处有因 什么原因 是物有害之者 也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叫恶鬼 这个恶鬼给真人是并存的 恶鬼不除 你真人你见不到 这样 卢生就向秦始皇提出来了第三个观点 要除恶鬼见真人 这个时候的秦始皇 已经完全相信卢生这一套 他就认为恶鬼避 真人知 恶鬼如果不除 真人就不可能来到 那么怎么才能避恶鬼呢 卢生给他提了个办法 他说你要想把这个恶鬼赶走 你一定要让你居住的地方 不让别人知道 就是你晚上在哪住 是任何人不能知道的 假如做臣子的知道了你的住处 那么恶鬼跟着就来了 你住的地方假如谁都不知道 恶鬼就找不到你这来 你就能见到真人了 这话把秦始皇完全给忽悠住了 秦始皇想那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讲过秦始皇 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人 他每灭掉一个国家 他就把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宫殿 画成图纸 按照这个图纸 在秦朝的咸阳宫 去修仿制的宫殿 然后再把人家的宫殿的美女 在赵树搬到他的咸阳来 这灭了六国以后 咸阳周围的宫殿有多少来 史书记载是270座宫殿 这270座宫殿 他每一个宫殿都可以住 但是有一个特点 他要是在地下跑到哪个宫殿去 谁都看得见了 秦始皇就想了个办法 他把咸阳周围的270座宫殿 从空中把它连接起来 就像咱们今天的立交桥一样 是吧 当时当然不叫立交了 叫福道 重复的福道 也就是宫殿给宫殿 从空中连起来 然后两边把它折盖住 这外底下的人在下面 根本看不见上面有没有人 这个宫殿相当浩大 因为宫殿跟宫殿有时候相距很远 咸阳周围是270座宫殿 全部在空中连成一个整体 然后秦始皇每天晚上住在哪个宫殿 谁也不知道 他就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恶鬼就避开了 真人就该来了 为了达到这一点 秦始皇下了三道命令 第一 改朕为真人 第二 京城的宫殿一律相连 第三 胆敢泄露他居住的地方的人 一律杀无赦 结果下面一连串出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杀随从 他这个杀随从是怎么回事的 是秦始皇下令不久 有一次秦始皇他是在宫殿上面 宫殿给宫殿之间不是有一个连接的桥叫福道吗 他从福道上远远的可以看见地下 看见了谁了 看见他的丞相李斯了 李斯带了一对自己的随从从下面过 但李斯是丞相权力很大 李斯的车队 车也多 人也多 非常壮观 秦始皇看过以后 秦始皇很不满意 嘴里就嘟囔了几句 不满意的话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看从上面 又看见李斯的车队了 发现大变 李斯的车队变得轻装减从 车非常少 随从也非常少 秦始皇马上意识到 上一次他嘟囔了几句话 有人透信给李斯了 否则的话 李斯的车队原来是几十辆车 怎么现在变成那么一两辆车了 不可能的事情了 一定有人泄露 秦始皇这个猜测是对的 就上一次秦始皇 当他表达对李斯 那个庞大车队不满的时候 确实有一个宦官 下面悄悄的 为了讨好丞相李斯 把这个话烧给了李斯 李斯一听 秦始皇不乐意自己 这个庞大的车队 立即把车队给剪了 剪了车队以后 秦始皇就知道 有人泄露 他就要查 他就查那天说话的时候 当时我身边都有谁 这个很好就查出来 都有谁 然后就问你们这中间 谁向外泄露了 那个泄露的人 他不敢承认 因为一承认他就要被杀 那些没有泄露的人 肯定不会承认 结果 查的结果是那天 所有在边的人 没有一个承认的 秦始皇一怒之下 那天所有的人 一律杀光 这一杀传出来以后 秦始皇以后 在宫中再说任何话 没有一个人想外传的了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秦始皇花了很大的精力 去求仙 也就从他继位的第二年开始 遇到徐福开始去求仙 但他一直找不到仙药 特别是徐福 一走就好多年 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信任的其他的一些方式 给他出这个点子 出那个点子 叫他住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他就整天到处躲着住 躲来躲去的住 还是见不到真人 他问卢生 卢生说他还有恶鬼 他也不知道恶鬼是谁 他也不知道 怎么驱逐恶鬼的办法 所以他后来 就让他手下的博士 写了一首诗 叫《仙真人诗》 这个诗的原文 今天没有传下来 这是很遗憾的 这个诗的诗名传下来了 我们知道有仙真人诗 我们从这个诗的 《仙真人诗》的诗名 可以看出来 秦始皇对这个仙真人 对真人非常仰慕 但是就是见不到 很遗憾 他每到一地 都找人唱这个歌 但是唱来唱去 就是见不到真人 第三件事 这是第二件事了 第三件事 秦始皇还曾经下国一道令 把腊月的腊改了个日子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阴历 农历的每年的十二月叫腊月 为什么叫腊月 因为这一个月要举行一个祭祀 叫腊祭 每一年的十二月举行一个祭祀叫腊祭 所以称为腊月 那么秦始皇把这个腊改成什么 改成家平 家奖的家 平安的家平 为什么要改的 是有道理的 因为当时有一个传说 有一个叫毛银的人 他的曾祖父成仙 他的曾祖父成仙 在他的曾祖父成仙之前 当地就流传着一首诗 流传着一首诗 传唱了很远 这个诗的原文一共五句 神仙得者毛出城 驾龙上升入太清 时下玄州戏吃城 既是尔网在我赢 地若学至辣家平 关键是最后一句 地若学至辣家平 这个意思是说了 我已经得到成仙了 那么皇帝要学我的话 要把这个辣改成家平 这是当时流传的一首 所谓的成仙 前的流传的一首名歌 然后秦始皇听说过以后 就把这个腊月的辣改成家平 连月他都要改 连祭司的名字都要改 说明秦始皇求仙的心情多么迫切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文 秦始皇为长生父老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以上王立群老师所举的例子 都是由史料记载的 那么还有多少是没有被记载下来的 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秦始皇在接受徐福神仙思想的同时 就派徐福出海巡洋 那么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的徐福 会给秦始皇带来什么消息呢 到了秦始皇37年 也就是秦始皇临死的这一年 他第五次巡游 这一次巡游 他在齐地遇到了一境外出求仙九年的徐福 徐福回来了 徐福从秦始皇第二次巡游 第一次见到徐福 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到第二次见到徐福 中间隔了九年 这徐福入海走了九年 徐福又回来了 回来以后拜见秦始皇 说我找到三尘山了 山上的仙药我也找到了 就是遇到了一个麻烦 什么麻烦呢 有一条大鱼 老是添乱 这个鱼怎么添乱呢 就是我到了山上以后 这个鱼就挡着我的船 我就靠不了岸 所以我现在赶快回来给你报信 我需要你给我派一条弓箭手 用那个连发的箭叫连弩 用那个连弩射那个大鱼 我很快就可以把仙药给你带回来 这秦始皇一听 惊喜若狂 非常高兴 这徐福本来他对徐福很恼火 这徐福一走走了九年 向泥牛入海 咬无音信 现在回来了 说 找到神山的 也看到仙药了 就是因为那个大鱼作祟 现在无法靠岸 你只要派着弓箭手去 我就能成 所以秦始皇信 对徐福没有惩罚 徐福是秦始皇一生中间 遇到的方式中间 最高明的一个方式 他从秦始皇的兜里边 掏了两次钱 赚了两把 第一把赚了 走了九年 花的差不多了 又拐回来 又忽悠了一次秦始皇 秦始皇又第二次资助了他 这一次徐福要了更多 这次要了更多 徐福说遇到了一条大鱼 所以秦始皇就相信了 结果遇到徐福的当天晚上 秦始皇做了个梦 在梦中给海神打仗 打了一仗 第二天醒了 他就找一个博士 为他解梦 这个解梦的博士说 他说海神你轻易见不到 海神一般出现的时候 都找那个大鱼在前面开刀 这个博士解梦又提到大鱼 秦始皇对这个大鱼印象就很深刻了 所以秦始皇就立即准备弓箭 他不再走陆地了 要走海路 就在今天山东半岛 他要走海路 而且他要亲自要射大鱼 他认为这个大鱼阻挡他得到先要 结果他走这一路 还竟然最后叫他碰见了一条大鱼 秦始皇还真把这个大鱼给射死了 所以他对徐福很相信 这是秦始皇本记的记载 实际还有一篇叫淮南恒山列传 淮南恒山列传 讲的给秦始皇本记讲的有一些诧异 就有一点不同 他是怎么说的 他徐福到了神山 见到了海神 海神就问他 你是西土皇帝派来的人吗 因为神山是在东边 秦皇上是在西面 他说是啊 他说你是来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奉西土皇帝的命令来求药的 然后海神就说 你们那个皇帝给的礼品太少了 这个药只能看 不能拿走 带的礼物太少 那么徐福就说 我们要拿什么礼物 你才能让我带走先要 他说我们需要的是同男同女 还需要谷物的种子 还需要众多的百工 就是会各种技能的熟练工人 需要这样的人 你把这些人拿过来 我就给你先要 这秦始皇一听高兴了 给了徐福三千同男同女 给了他了大批能工巧匠 还给了他百孤的种子 造了很多船 然后徐福带着的三千同女就走了 这个淮南横山列传的记载 影响极大 据说 淮南横山列传还记载 徐福带着一些人找到一个地方 这个土地很肥沃 然后徐福就在那住下来 这三千同男同女后来长大了 就结婚了 繁衍了 然后徐福就在那地方称王了 再不回来了 所以徐福入海就成了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个热点了 这里边有三个问题很关键 第一 徐福为什么二次出海 第二 徐福是从哪里出海了 第三 徐福到哪去了 现在的话 在徐福出海这个问题中间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求仙说 一种是避难说 求仙说我们不说了 另一种说法 认为徐福是避秦难 他就像桃花园的人一样 避秦难 不过桃花园的人是入到山里了 徐福更聪明 他要了童男童女 要童男童女的话 对求仙来说是符合秋仙的要求了 情况不怀疑 而童男童女又是繁衍人口的一个基础 而且他带了百公 落地以后 他什么都能干 他带了有五股的种子 只要有地就能种粮食 所以他完全具备了一个海上移民的条件 是徐福带这些人 在秦始皇的支持之下 蒙蔽了秦始皇 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上移民 移到哪去了 现在有人说移到日本去了 说日本人都是徐福的后裔 这些说法我们不再讨论 不管怎么样 徐福算是从秦始皇那儿要了两次 秦始皇都信 这最后一次要是秦始皇第五次大巡游 他给了徐福一大批钱 人 财物 船 徐福一走 没有消息了 秦始皇不久就病死了 他死以后也没有人再去查徐福了 至于徐福到哪儿去了 大家有兴趣 你们慢慢去解释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 秦始皇这么相信 达到齿迷的程度 相信陈仙说 那秦始皇难道不知道人生必死吗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 秦始皇从来不是一个愚蠢的人 但是徐福却是一个绝对聪明的人 他骗得了这位精明过人的千古遗地 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甘心受骗 可以说在这场骗局中 徐福是最大的赢家 他不但成为了一代航海家 他的东渡行为也成为了中国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 而秦始皇却望眼欲穿 等待徐福 一直到他去世 那么秦始皇难道不知道人生必死吗 他是怎么看待死亡的呢 我觉得秦始皇实际上还是 他还是知道人是要死亡的 至少我们可以举出了五点证据 第一 大建陵墓 人要不死 何必给自己建陵墓呢 你建那么豪华的一个秦始皇陵 干嘛呢 那不是就将来等着将来自己进去了吗 你要知道你能长生不老 你何必建陵墓呢 第二 他废除释法 他说以后不能搞释法了 我叫始皇帝 下面是二十三十直至万事 你要是长生不老 你永远不死 那么就不可能有二世了 也不可能有人再为你的医生的评价 做一个释法了 给一个释法了 你还要废除释法干什么呢 这是第二 第三 当别人告诉他 有人传了一句话 烧给他 叫今年祖龙死 他赶快解释 祖龙是人的祖先 不是之王 为什么要做这个解释 他承认自己是龙 但是不承认自己是祖龙 他认为祖龙指的不是自己 极力回避祖龙死这个话题 为什么呢 回避死亡 不愿意谈 第四 大求先要 徐福 卢生 一大批人忽悠着他 据卢生 他们在我们要讲焚书坑儒之前 卢生和几个人在一块商议 说京城中间那些方术支持多少人 三百多个 那不是一个两个 是一批人 一批人都在像 因为这有一个财富效应 就像股市一样 一个人挣了钱以后 大家都往里面进 徐福成功地 从秦始皇那两次获得财富 能有人不跟着去学吗 所以也有人跟着去学 所以大求先要 再一个 秦始皇怎么继位了 那是他曾祖父 他祖父 他父亲一个一个都走了 他才继位 假如人能够长生不老 轮到自己当皇帝吗 你要能够长生不老 你的先辈儿能长生不老 没有你当皇帝 那么你的先人都走了 你怎么可能长生不老呢 所以我觉得秦始皇对死亡 还是有把握的 就是有一个把握 就是有一个认可 他一方面拼命地求先 求先的同时反正过来 正好说明他是承认 人是要死亡的 哪有不死的 所以秦始皇一方面是大修领悟 一方面是权力求先 两手并重 他其实在生死之间 他是依微不定的 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因为追求长生 糊涂到不去治理他的国家了 国家他还在治理 他在追求长生的同时 他还在经营着一个庞大的帝国 但是这两件事 但是秦始皇有两件事处理得非常不好 这两件事让他留下来了千古的骂名 那么这两件事是什么事情 请大家继续关注 秦始皇在执政以后的所作所为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秦帝国 并亲自管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 他的很多政令 后世毁欲参半 但是在两件事情的处理上 他的做法却遭到了后世的一致谴责 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焚书 另一个是坑儒 那么这两件事情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今天又应该怎样看待这两件事呢 渐渐关注王立群独史记 秦始皇旨 焚书坑儒